毕业旅游热度高涨 哪些旅游线路和产品比较受欢迎呢 我们去广西和江苏看一下 邹敬寒是广西南宁市第二中学 凤岭校区的学生 高考后他打算跟同学一起去成都旅行 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喜欢吃辣 然后就想去那边尝一下 那边就正宗的辣是什么样的 而像邹敬寒一样 有旅游计划的学生不在少数 据某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暑期国内旅游产品预定量 比去年同期显著增长 出境游同比增长近乎翻倍 从当前报名人群来看 00后年轻群体增长最为显著 同比去年预定量增长78% 占比从去年的9%增至12% 学生群体在暑期旅游市场的重要性 逐渐递增 除了日本 美国等老牌预定热度高的国家外 新加坡 泰国 马来西亚等国家 因为免签政策 手续简单 也是毕业生旅行的重要目的地 记者从江苏多家旅行社了解到 目前 毕业旅游相关的国内主题旅游产品 正在热销 从目前预定情况来看 草原油 避暑油等主题旅游产品 热度居高不下 上海 西安 广州 北京等 传统热门目的地同样受到青睐 在江苏无锡 从即日起至8月31号 多个景区包括太湖源头主 惠山谷镇 梨园 荣氏梅园 无锡动物园 高考学子只需凭2024年高考准考证原件 和本人身份证原件 即可免费常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